歡迎收看冰火叢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的儲蓄 為什麼大家欠多少都怕人知道 不過理財真的很重要 所以常人說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怎麼這麼愛錢 你就不愛錢了 錢怎麼要愛錢 錢怎麼要錢 但我很愛錢 方便大家一起來愛錢 我們要補秀儀 先來介紹給你的好朋友 這個很久沒記憶了 像我們以前是香港出名的主播 主持節目大家都會演的王瑞麟 明明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 我們的明製作人 現在又是明藝人了 沈玉琳 明明姐好 美鳳姐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沈太太 美鳳姐好 很可愛 我們介紹這位 我們是我們的珠寶商會理事長 這樣整成功說 珠光寶器的就是 李文青 李同事長好 正恩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位觀眾說什麼歌 什麼歌 這叫文琴名 今天我們介紹這位 憲哥 為什麼不叫鄭哥 為什麼叫憲哥的賴憲正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的財經莊家 為什麼大家不叫你鄭哥 怎麼叫憲哥 叫關係 文琴名 你們這個財是在台北市還是什麼北市 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 對 台北市 現在今天這樣 起到這樣 久年到這次 我會叫我久年 我是久年去賣金 久年賣金 賣三千幾塊 我就想說賺到這樣 到我最早買一千人 賣三千塊就鬆一下 不像現在五千塊還是不是 是 六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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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他又去後賣你看 這個東西要看整個局勢 來蓋的可能性 不然是在要戰爭 對 沒辦法去到這樣 這個問題主要是 美國的債心問題的問題 和歐洲的問題 整個全世界的量化寬鬆 好比 抓不到印太多 對 我們要憲哥一下 今天如果沒有戰爭 為什麼要去那裡做 這有兩種原因 第一種就是它的需求問題 就是最近 包括中國和印度 這兩個國家的老百姓 都很喜歡賣黃金 為什麼 他們是怕戰爭還是怎樣 是不是 因為本來我們中國人 就要黃金 印度人如果過年都要穿金帶 大家都黃金出來的電視 這是民間的訴求 另外就是所有的全世界的 中央銀行 最近都在賣黃金 因為本來我們中央銀行 拿的都是黃金 但是最近好像覺得 這張紙 不會運 對 不會運 超跳 表示美國沒有運 我們都說銀票 運導油都不會吃錢 你把它放下去都越來越補 所以變成說大家都在唱黃金 做成這次黃金一直標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 導遊朋友就要知道 黃金未來 你要看的兩項東西 黃金價格有兩大指標 哪兩大指標呢 來 我們看看 第一就是 美元跟利率 第二就是利率 利率 因為我們的黃金這個東西 它要保存成本 它沒有利息收入 所以如果我們過去 美美姐 記得我們民國八十年那時候 我們幾乎到銀行十% 是 利率高的 先大家幾乎 放到銀行才會利息 你現在利率 既年 零點七 他買黃金 他的成本一樣 但他真的有保存成本 我們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裡面 對 一年就要多少 所以不就叫強盜破牆而入 沒跟你拚 也很麻煩 對啊 所以怎麼要放在 銀行保險庫情報部 他就直接放在床底下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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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更危險 你們知道全世界 擁有黃金最多的是哪裡嗎 哪裡 是美國人 為什麼 全世界的黃金基礎都在哪裡 美國人擁有 8133公噸的黃金 他們是放在銀行裡面嗎 沒有 他們有一個儲備的地方 對 8133公噸的黃金 在美國 那是國家的 那是佔他們的外匯存體的 74% 那為什麼他們要放那麼多 其他的國家呢 我們的外匯存體都會有 對 可是美國人呢 自己用黃金 對 等一下 蔣介石總統 過來台灣的時候 不是運了一大堆黃金在 什麼地方 密運黃金 現在還在嗎 對 還在那個 新店 是阿彬哥哥哥哥 對 為什麼怎麼要摸一位 總統給他開一下 大家稍微開個眼界 有 有那個立委進去看過 立委 應該開放給民眾看了吧 像這次義大利 歐債危機 義大利 它本身有2000多噸的黃金 對 存體 它是世界排名第四名 但是你看它 它現在債務出那個問題 它還賣不夠錢 不賣 為什麼... 為什麼它這麼防備 為什麼 現在一後 手上會有十指黃金的人 就休息一下 是喔 對啊 韓國人在今年喔 今年六月 他就去...就嚇到了 他趕快去買個 對 而且價錢買得滿高 一千六百塊 那所以我們蔣介石總統 帶過來的黃金 也都沒賣過嘛 都沒賣過 都沒賣過 你說重量有多少 重量有多少 我記得那時候 帶過來四百檔 四百檔 四百檔 因為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能賣 因為你有這個黃金 你等一下可以發 那些鈔票 這是儲備的東西 是... 你如果今天沒有這個黃金 不能亂發 那些紙跟我們家 影音機一樣 沒有人買 好 所以像我們說的米金 像我們說米元 就是說我美國的鈔票 跟黃金 是同等值的 對等值 所以叫做美金 是 請問生年 你自己現在有欠黃金嗎 其實我沒有買黃金 但我太太有在賣 你等一下 不然你... 不然你... 沒有你的名字 你怎麼說這樣 我那幫都買高票 你宿船就會放很多黃金 對 我們是一定要有一個財庫用地 對 一個財用 對 請問 因為你媽還有小朋友 對 你媽沒有黃金吧 你沒有黃金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本來是沒有啦 但是嫁給我之後出孕 嫁給我的前兩個月就有了 因為我媽媽 我媽媽就... 就... 算說嫁 這不可以 你媽媽給他就不是嫁嗎 你媽媽給他變成家團的團 這個媳婦團的 那是那個定情之物 好棒喔 這家團的 好漂亮喔 這不得了 我記得 這不是新的嗎 這是新的 還是你媽媽還打的 是 你媽媽打給你 對 有機內性的 我記得我部 那時候買的時候 好像三萬多 三萬五千多吧 剛剛我們理事長幫我見價一下 他說這個大概只... 對 那個手鍊是我初戀男友 他那時候我學的 男友會買鏈子給人家 你知道嗎 他那個得到的那個獎學金 是千塊錢 在還原 他是永恆還榮耀的象徵 所以你的愛情 好像建立在黃金上面嘛 那種感覺 對 對 他都買了好像三萬多 三萬五千多吧 剛剛我們理事長幫我見價一下 他說這個大概只八萬多 對 這有整張的啦 超一張 這隊超一張 兩隻客人一張就要...有喔 對啊 對 而且很固定 這樣比起來 我跟你說 對 這腳順金的比這腳更價錢 對不對 當然 因為這腳的酒 我現在已經沒有這個順金的價錢 對... 因為一般順金 你心裡的酒都是水腳 對 因為這真實 比較一般的酒 對 這腳真實的 對 這兩千一千 兩千一千 對 這腳就有可能 是媽媽以前的東西 對 這腳有可能 所以媽媽的愛心 對啊... 所以一般我是做男子 我做男子 對 對 你叫媽媽自己說 對 對 恭喜... 那沈玉琳 你自己幾歲的時候 老實講 我以前一直以來 我記得我十八歲生日那一年 我媽媽說要打一條金蓮 那個時候 那是基本配備 我們一定要打金蓮 騎駕駛有嗎 對... 我們放在這裡 對 你不覺得很爽的嗎 你不覺得很爽的嗎 那個年代 這是基本配備 媽媽以前送這個 她都會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有嚴重 說也有這個歌書 我們不敢看看 她說有一天你會知道 我說這是保命的東西 我想說保什麼命 我好好的保什麼命 但是真的保命了 十八歲生日送的 我二十幾歲來台北工作 那時候入不敷出 缺錢缺到 你不會 四個缺 人生第一次走進當鋪 真的假的 第一次 唯一也只有那一次 有沒有數回來 沒有 都要放一點 我問瑞琳 瑞琳一定收很多黃金吧 沒有... 我第一次收到的黃金 就是爸爸給的 今天一面健康 一面快樂對不對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就是 這個手鏈 這個手鏈是我初戀男友 他那時候學生 男友會買鏈子給人家 你知道嗎 他得到了獎學金四千塊錢 四千塊錢 就要買這個 直接這個 養兒做什麼用 你看 買給女人不買給媽 對 養兒做 絕對是買給女朋友 那個時候我記得 他四千塊獎學金 就買了這一條 但是那個男朋友 就是妳現在的老公嗎 我初戀男友 所以表示不是 對 妳後來嫁給別人 表示不是 那他現在看到 不要說 他可能會寫信 他給妳要回去 沒有... 他想問你 或者被他老婆看到更慘 對 但是以前的男生 有的是要分手 他會給我要回來 送你東西給我害來對不對 會這樣 他沒有給妳要啊 沒有... 好有風趣喔 那種純純的愛 那請問理事長 以前購買黃金的習慣 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 以前購買黃金 主要就是足繫 還有第二給人是保值 那第三個又可以佩戴 因為黃金本來就是一個 貴氣的東西 尤其做新娘一定愛做 對... 那早期的話 我們中國的歷史 早期的話就是國共內戰 還有抗日戰爭 那個壁紙的話變得厲害 所以一般老人的觀念 還是身上要放一點黃金 放黃金跟放鮮酒 到底哪一行轉到保值 保值 保值性來說 如果整個倍數在蓋 還是黃金 四十年來說 還是黃金的蓋的漲幅更快 那鑽石的話 你購買的原因 第一點... 有時候購就價 不是 購價的問題 你的損耗比較多 為什麼 而且你購買的原因 你店頭的原因 營業方面的 醋水果方面比較多 那你黃金 你如果條塊的倒數 你的價差差不多 你兩%都會有 不要去做那種形 對... 那形就還去用 沒差勢 對... 我們就買整條的 對... 鑽石也是保值 你看看 鑽石是比較好攜帶 也比較好收藏 但是... 我說真的 但是你真的要走路的時候 你攜帶什麼 就不太了料了 不要太多了 其實 其實 其實從歷史上來看 像黃金從古到金 黃金為什麼有它的 歷史上的價值 你看到鑽石的話 鑽石一開始敲一敲 它就會碎掉 而且現在還有一些 用微波爐 就可以做出鑽石的方法 你懂了嗎 對 黃金的敲扁了也沒關係 對 在還原 它永不毀滅 永不腐朽 它是永恆還榮耀的象徵 所以你的愛情 好像建立在黃金上面 那種感覺 你看黃金的英文是什麼 Golden 他們只差什麼 一個字母 所以以後我們要說 Oh my God 有一次你看崔佩儀買車 你很想買 後來還好你沒買 對 我覺得黃金 是在我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說 那個錢還在那裡 如果我去買黃金的話 我是不是錢還在那裡 它就是那樣 可是買車的話 我也很想買 有一次我們錄完影 崔佩儀我們一起去開車 他就說 你看我先生心送我這個 四百多萬的Benz 好漂亮 它那台白色的車 很漂亮 我很喜歡 那我就想說 那我最近剛好定存也到期了 要把它節約 不要把你騎一台來 可是我要壓抑我的慾望 你知道嗎 後來那個時候我就把那個錢 拿去了買金 金條 就是台灣銀行的條塊 台灣銀行的金鑽 他太聰明了 崔佩儀現在看到這一段 會後維死 因為他的車 現在可能只剩下50萬 因為車子溫則就不到50萬 而且軟軟鏘鏘鏘的 然後這一塊那裡壞 沒想到你的黃金呢 一直往上飆 我請問你 你那個四百萬 沒有買賓士的錢 現在變多少錢了 就是我就買這種 就變這一張而已 這個條塊 沒有 這個黑卡 不是 這樣子一個 對 有雷射的台灣 對 好漂亮 金鑽條塊 它稍微這樣散一下 好美喔 而且還有防偽的標誌 對 雷射就是防偽的 台灣銀行 而且這是限量版 限量版對不對 它有號碼 限量版 這有號碼的 請問它總共限多少 這個 其實很多耶 你去買也是可以買到 好重 這樣一個是多少 兩兩嗎 這上面有寫 你看幾公克 它有寫個幾公克 眼睛沒看 眼睛沒看 三十七點五公克 三十七點五公克 已經幾公斤了 一公斤了 剛好一公斤 剛好一公斤 一公斤都三點七五公斤 剛開口的文件 我幫你請教這個 現代人家都要買一些 限量版的東西 是 好像比較有價錢 是 但我這個傳統的人 我會覺得 它這個設計得這麼漂亮 對 應該有設計費吧 對 它的工夫也設計費 對 我如果不買這樣 我以前是 我以前小朋友開始賺錢 我如果有錢 就買十斤 沒有錢 買五斤 真的 還有沒有錢 我如果兩萬而已 不知道多少 我就買兩斤 它用切的 用切的 切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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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每次都看 兩斤 我現在 我就拿兩斤 兩斤 拿五斤之後 還給你換一斤 對 五斤換一斤 都完全 沒有錢 沒有浪費掉 對 像這個這樣 它只有設計費要多少 差不多 一斤要八千塊 對 差不多 因為它是限量版的 所以買的時候 會花很多錢 有沒有 它原來是 它實際上 當時的國際行政 下去算 所以它這個沒有增值 沒有說 增值的錢 沒有增值的空間 那你為什麼不買 準條二斤呢 我也有買 那這個 這個呢 我當時買的 妳買很多 我買一片 這個買一片之後 我花了四萬塊 那現在這一片的話 我賣給台灣銀行 可以拿到五萬六 那真實空間不大 我跟你講 我去年一年就好了 我去年賣金子賣三千多 現在六千了嘛 六千六百多 我那個就 你那個才加一點點 它這是一倍耶 這個百分之四十趴 我覺得不錯啦 沒有 我們這個才一倍耶 到現在的話 用實體房金 像冰冰姐買 他買五兩的 一兩的 那如果說兩年前的價格 到現在的話 差一倍吧 你四萬塊買的東西 譬如說四百萬的東西 到現在還得到八百萬 你要八百萬才對 你現在才五百多萬 我不是以投資的 我是以抑制自己購買玉的方法 只是想要花錢 對 去花那種 鴿子會折舊的不如拿 買來這種會保護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塊 我怕錢不見 這是我怕錢不見的方法 也是對 但這是限量版的 那我請問 現在因為金價已經太高了 現在以外你看個人的觀點 一千八以下都是買點 一千八以下都是買的 對... 紅低可以再買 未來還是看好 冰冰姐 我跟你報告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那個黃金 採礦的成本已經提高了 對 那最近的新聞就是說 採礦的成本 已經到了要一千兩百多塊了 你看它的採礦的成本 就要一千兩百多塊 因為橄欖沒有人要去 黃金會低於這個價錢嗎 不可能 平均成本在一千兩百五十塊 所以妳真的有研究 有啊 妳在研究金融的這些 來龍去末 憲哥就知道我是買基金 我很小就開始買基金 然後我很喜歡的就是 黃金起貨基金 我現在覺得妳眼睛眼球裡面 散發的是 我剛剛覺得 整個臉是用錢的那個感覺耶 對 我覺得女人喔 妳要理財就是妳要愛錢 妳才會有錢 女人要有錢 有錢 有信心 比如說像芽芽對不對 身上有很多錢 所以是妳可以想要怎樣 就怎樣對不對 她說沒有錢就依附著玉琳哥 什麼都不敢住 不要看我的面子 對 我再問兩位專家 以前如果要嫁 媽媽都會給黃金來做嫁 有什麼呢 其實過去不管我們男人 或是女人 給最少送十二行的那個 那些東西 一定都有金 這個 因為我們大陸有說一句話 說黃金不怕火 見火便消息 黃金是不怕火 你把它燙燙 然後它也是一塊 回來也是都黃金 對 是正常性格會變成的 金不怕金 對 所以說黃金是它的孫 所以如果男女結婚的時候 是要求她可以像金 對 像芽芽妳要嫁王的時候 妳媽媽還沒有給妳金 做嫁 有 我媽媽也是 有跟妳說什麼 有像伯母這樣 芽芽 媽媽這麼金 很重要 不然妳如果 是無人對妳不好的事 只要可以 切一塊 拿去吃飯 以前的媽媽 以前的媽媽就是 以前的媽媽就是 這個嫁長是給妳的 妳去不要給妳大嫁 所以才叫做私房錢 對... 以前真的女人很可憐 以前的女人很可憐 那個才真的是私房錢 還有以前的大嫁 妳知道妳有私房錢來 妳如果都沒有交出來 給妳祈福 給妳祈福 祈福到有一天妳覺得 妳沒有拿出來 妳的日子壞過 多少錢就抽出來 抽到買也沒辦法 可是我的黃金 都被我媽媽賣掉了 像我有一些黃金啊 就結婚前的黃金 放在我媽媽的保險箱裡 前幾天我都問我媽媽說 我的黃金呢 我媽媽說 金價很好的時候 她就把錢拿去賣掉了 她也沒有還給妳 她也沒有把錢還給妳 她就整個保險箱 通通拿去賣掉 她賣掉 請她花掉 這個其實都高興做同樣收 高興就好 再請教一個理事長 現在結婚的勢金 很多年輕人買不起了 所以聽說都用租的嗎 用租的現象很少 是喔 妳以前報章雜誌 有說用租的 實際上我們的業者 沒有用租的 為什麼呢 金也在去 因為租的完全會產生很多問題 妳也怕人家沒拿回來 對 也沒拿回來 拿到價錢換妳的錢 實際上我們大家 以前的老婆 很早期的時候 帶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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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都有賣起來放 都有賣 所以現在都是用雞的 拿來換新的東西 新的樣子 讓她的形態更漂亮 所以說周圍的現象是很少 現在金馬價一直蓋 一直蓋 蓋那麼高 我要問 做金馬店的人 到底是賺還是料 怎麼說這樣 因為我怎麼聽一個人說 金馬一直蓋 蓋到 沒金馬的 就要倒 怎麼說這樣 因為金馬是這樣啦 來說保持蓋的階段 一般我們在桌上都賺 如果我們最像 好像蒸美工蒸10萬的時候 蓋到1,980塊 五香樓到1,780塊 這樣就完了 0,3塊 那時候他們 我們每間都蓋起來 沒有一間都蓋過10萬 對嗎 我意思是說你現在 你現在長跪 譬如你現在長跪的時候 我看好多 我拿來賣 對 你也可以外修嗎 你也可以外修嗎 不可能 一定會修 一定會修 但是你修 不然你明天在後面 金馬又掉了 你就知道嗎 對 所以這大家上去賭就對了 所以說不是說賭的問題 因為我們人家 對客戶有一個使命感 消費才有一個使命感 你不能說他蓋的時候 你今天蓋到一個階段 你就不會賣 也不行 不過我這樣怎麼修 怎麼修你 我修也不行 我都是燒才要給你賣 整才要賣你 我都想賺錢 你怎麼有錢 你就知道了 我們一看 當時 我們修的時候 當時有比較頂竹的管 譬如說我們還有水 還有頂竹的 消掉 你如果沒有消掉 對 沒消掉 你如果說沒有消掉 但我們都找不到 可是他們都有加那個公本費 譬如說他們賣的一些試金 他都有加他的那個工錢在裡面 那個工錢都被扣掉 他們也是賺那個工錢 那個工錢這東西 我現在做一個解釋 因為試金收回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去融解 再提煉成那個 四個九的原料金 對 所以條塊就讓我們賣的十幾萬金 對 所以說那個東西一定 提煉的費用一定要有 也要有那個費用算金 但是其實那舊的東西 我們也不可能拿出來賣 那個工資一樣就是消失掉 對 一樣就沒有消失掉 我們去小朋友看 他每天都有一個 一個牌子在那裡 是... 收多少 買多少 對 這個基礎是怎麼得來的 這個條塊 等一下 他為... 他為什麼你念念 這個叫做像不像魚的鱗片 這也看... 像不像魚的鱗片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現在這樣一萬 55萬 55萬代表差不多了 我們從小朋友看 他每天都有一個 一個牌子在那裡 是... 收多少 買多少 對 這個基礎是怎麼得來的 因為早期的時候 今天在200塊的時候 我們的炒價差不多二十塊 買賣的 進出的炒額 在那裡 我們這個完結的時候 現在的炒額比較少 因為第一點 我們賣的價錢 我們裡面的營業費用 還有一些運送的成本 更豐富 因為現在如果炒... 價差... 你一般我們一定要這樣算 今天的完結就是說 今天加多多多 國際行程多多 那個東西 的成本做這個基礎 上頭再加多多 因為一般我們現在白價 如果炒金的時候差不多加300塊 好 這樣我請問一下 每一間都一樣 或是每一間有可能不一樣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我們公費 這個價錢是公費補的 但是有很殘酷 所以你蓋的時候 有待會兒看高情 你買一買的完全就不一樣 但是牌架拍在那裡要一樣 對... 對... 所以我不會說 這裡都金子雞 對... 我這裡先給你看一下 這裡多少 價票多少不一樣 不會這樣子 都完全一樣 只是說你算牌架這樣 是 我跟妳高情如果不錯 我會算軟的 我會算軟的 像現在這個牌架的問題 是一四斤 要說薪金 我們外的薪金 你若條塊的完結 來我們賣 都燒到差不多一百塊 到八五塊嘛 所以算起來 我比台灣人還要燒 這樣喔 算起來比台灣人還要燒 我還有一個 我說今天問題怎麼這麼多 譬如說我們今天要去換外幣 美金、日圓、多少 這每天都要大家問台灣銀行 就知道了 對... 你今天要問誰嗎 今天就是 怎麼問誰啊 你現在完全想 我現在有一個解釋 我們黃金的東西 現在電腦有一個打開 24小時 黃金的價錢都有 也是從美國來的 對 往往倫敦 往倫敦來 像桃雪岩石倫敦來 我們現在每天的報價 它怎麼算 就是我們高店以後 我們銀行有開的孫 我們的費力 台幣跟美金的費力 你不要說一盎司 今天都比一個千八塊 才算以今天的費力 二十九點五 下去算起來 換算起來就是 做我們的掛牌這樣 就是倫敦金價交易所 它為一個基準的 對 有一個基準 再替大家再問一下 是 現在喔 台鳥你們民票 一直灌... 其實它的金錢有放那麼多 它有... 台鳥 一千多公噸 對 為什麼這麼大 它的祕密大家都知道 對... 沒有 這個是 國際上一定要知道的 像我們做股票 有內線交易對不對 對 那我們金價都是 第二天的幾點才知道 有沒有人前天晚上 或昨天晚上 就提早知道 可能會漲或會跌 如果會漲 我就今天晚上先去買 我明天再來去賣 我就有內線交易 我就賺到了 不是 你講的這個東西 應該是用期貨的概念來講 對... 不是實體黃金的概念 實體黃金不會這樣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一般的人可能 沒有人家穿得好 這樣去想到 我們比如說 我們黃金的補給是 以前一天一次嘛 有時候普通 還快的是補兩次 補兩次補五次 補五次 它的來源是很正確的 說大家的公頂 價錢都一樣 比如說暗時六點 發言說六點 發言說美國把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或是南非那裡 把它撿下去 那時候你就趕快 去市場所有的金額 金額 金額 因為它是用阿波的價格 明天一定去的 晚上睡覺也就去 這就有可能 這裡的收藏 這裡就整個很難受 美國不就要發生什麼事 沒有這麼快 如果有大事 我們就快要買了 沒有這麼快 像我們的話就是 就是往那個 期貨市場上面去找 對 期貨的波動比較大 期貨波動非常大 現在已經除了 因為金價的高漲 所以已經不是 完全在黃金上面了 它衍生很多的周邊的 有關黃金的投資商品 包括你剛才說黃金 對 黃金順順 代表不是我的 這個是代表我那個 對老婆 這是我買 我買 我用他的名字 我沒看過 開我的錢 用他的名字 等一下 我沒看過 我第一次耶 怎麼沒有男人 我買這個東西給我 你看看 看不是我的名字 不是 吳小春 他叫吳小春 對 你怎麼不太叫吳小春 哪有錢 真的 然後 松山分行 跟銀行一樣 對啊 松山分行 然後黃金存哲 華奈銀行 我也看過 你看一公克 我看一看 你看一公克 買一個一公克 剛開戶而已 剛開戶沒多久 等一下 買進 你看 買進這裡喔 對 三是三公克的意思嘛 對 所以現在總共是二十四 二十四 每次多少多少二十四公克 二十四公克 二十四公克是幾公克 你應該算是三點七五嘛 一公克是三 三點七五公克 對 那就七兩多 七兩多 對 七兩多 對 現在一公克已經有六萬多了 沒有啦 他這樣算三 我說錯了 一斤是三點七五公克 沒有啦 還沒到一斤 還沒到一斤 三斤我一斤我 一斤是三十七五公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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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高興啊 對 不過人家這已經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 這是年春政府 年春政府 對啊 因為剛開戶嘛 對 你看我每次就有通告費 都沒有收費 其他收費 媽的就去買黃金 對 要買黃金 對 不錯耶 這樣子還滿鼓勵的耶 這個就算她的私房錢嘛 恭喜... 對啊 這樣可以帶一個... 我可以帶一個母娘 不然妳要給我 我死了 我先生是取了我以後才有錢的 問一下憲哥 是 黃金投資的商品 到底有多少的種類 然後怎麼樣去選擇 對自己才有利 其實我們台灣的黃金方面的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四斤 一般我們沒有鼓勵 對 那是說如果結婚可以 因為那個工錢太貴 但是我告訴妳 以前我們這個照片 真的要漂亮 對... 因為以前的金子很爽 對 要去金子店看下去 喔... 很漂亮 很漂亮喔 對... 我以為說怎麼會這麼漂亮 我們作秀金金都大街就好了 對... 我真的全工去買一拍那來看 自己送 自己送 那次真的自己送 對... 現在也要收到 自己沒有賣 那你說這個電腦不聰明 沒有... 工錢拿到之後 對... 工錢拿到之後 你以後要買那個工錢都沒了 所以我們一般 建議的是金條 就是金條 金條因為你要保管嘛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拿著這樣摸算不錯 第二就是黃金存摺 第三就是黃金鋪滿 存摺跟鋪滿都一樣 鋪滿 鋪滿一般都是什麼小豬公 什麼... 其實鋪滿也是在銀行 也是在銀行 鋪滿了一個購 他的意思是說 我每天幫你買 還是我每五天幫你買一次 都買小額的 對 買小額 但中間呢 他因為沒有手續費 他只是有一個價差 所以你沒有感覺 你都覺得說 來那裡好 小朋友好像給我給我 其實不是有一個價差 他賺那個價差 但是他定期定額是不是 對...那也是定期定額的一個方式 買賣的時候 那就要求 要求什麼 手續費 不用 但是你以後賺錢 要靠錢 穿這個藥賺錢都會靠錢 幾% 對 婚禮課稅差不多要幾% 我如果給 政府都不知道 不會幫我靠 對 所以說 外面如果 人家在買都在家裡買 他就是在逃漏稅 譬如說我們買完 買一天 像什麼給孩子的時候 你一百斤 兩百斤 三百斤 還不懂 像對了 我們拿金子去買 好像也是沒開什麼特別的 對 政府規定是一定要定期 有一個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扣少六% 扣是扣你還是扣我 扣你 扣我 對... 所以我背禮的時候 你已經把我扣掉了 沒有...扣 那夠是你自己 年中自己去補 印花石 那是印花石 對...不是印花石 是一直冒一所得稅 但是... 你沒有辦法證明說 我這個東西 取得成本我最 成本就對了 在哪裡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人家 自己年底的時候 自己去補 我好像沒有 沒有錢 可是冰冰姐這個貿易所得稅 一直都在那裡 一直貿易所得稅 一直都在那裡 但是沒有抓 可是沒有人 沒有抓 對... 你去賣死了 沒有人要怎麼 放三十年才賣一次 對不對 那也不賺什麼錢 國學教沒有真的去幫你擦 對... 沒有在擦 所以這個問題 我沒說 有可能他們要去國學教教 沒有啦 過去可能一般人 你可能賣兩萬塊三萬塊 他沒有去擦那條錢 很少的啦 對啦 其實那是幾十年的立正 對... 如果厲害的話 可以做黃金起貨 另外有人買黃金基金 但是我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黃金基金 有時候會去買到 他本身沒有黃金 因為那個基金是去買 買一個黃金的礦產 所以結果黃金起一杯 你買的基金起十% 對 所以它是不同步的 甚至虧錢 對 甚至虧錢 好 那我請問你基金 跟期貨有什麼不一樣 期貨就是... 期貨就是本身 就是... 定義說他已經畫... 把那個整個黃金的價格 把它畫作四字畫 大家去對賭嘛 你如果看賭的時候 你就賣賭 那去到你就賺錢 他要賺錢 就要八杯 幾十杯 所以你可以用一萬塊 擲十萬塊 要賺的速度很快 賺的速度很快 賺的速度也很快 感覺很想擲擲 那本身就是... 很多人有這個 其實機會就是擲擲 我們如果說機會 其實就是擲擲一樣 機會 對 機會 其實就是擲擲 一點點這種肚子 多少都有 多少都有 我們比較要算這個 對... 因為你有強姦的意志 不是 堅強的意志 有強姦的意志 有興趣 有興趣啊 他買期貨耶 他還買期貨耶 你有興趣啊 為什麼 他就是一個賭姓 不是賭姓耶 我是對黃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是個 它是個永恆 它是個榮耀 它是個礦太多 對 期貨我很早以前 就有接觸 就涉獵了 對 那有大眾物資嘛 但是黃金 它一定是向上的 趨勢的時候 大概是十一年前 開始向上的趨勢 所以你目前為止 綠於不敗之地 但是我買黃金礦產基金 是賠錢的 黃金礦產基金 它不是跟著黃金走勢走的 那還有一個是 台灣沒有的是在香港買的 就是我剛剛有跟你講的 黃金的ETF 它的一個指數基金 指數基金 那那個你虧了還是賺 那個是一定賺的 那個不會虧 那個不會虧 那個不可能虧 那個跟台灣的0050一樣 它就是把那個黃金 已經化成指數 然後用基金的名義賣給你 那個是不會虧的 是喔 那個是跟黃金同步的 好 那我請問瑞玲 你有這個紙上面的 有在空氣裡面的 有實體的黃金 聽說你都會有空有興趣 就把實體的黃金 拿起來把玩一下 對啊 你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因為它有歷史 它有文化 它有故事 真的喔 對 像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民國三十四年的 這個條塊 等一下 它會 它為什麼黎黎黎黎黎 這個叫做 像不像魚的鱗片 借看 像不像魚的鱗片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大黃魚 有字耶 對 這寫的是什麼字 上海祥和儀翅 真的耶 有字耶 對 那國民政府不是帶了 這面的寫是 這個就是像魚鱗一樣的 它把它鑄成條塊 這一支這樣要多少 10盎司 10盎司是幾兩 1盎司是8.3盎司 對 盎司 1盎司是8盎司 1盎司是8.3盎司 對 1盎司是8.3的錢 1盎司是8.3的錢 對 所以這樣8盎司多而已 現在這樣8盎司多而已 8盎司多 你知道我的算法 像因為我們做期貨 我都是用美金來算的 因為美金就用盎司的概念 來算的嘛 所以很簡單啊 因為現在的話 我們錄影的這一天的錢 是1千8百多盎司 對 1盎司 1千8百多美金嘛 對 那這個10盎司的話就是 美金 對 這條 現在這樣是多少 55萬 55萬代表差不多 對啊 我現在手落著50幾萬 這個節目的觀眾 真的很有福氣 你能夠看到這個 看不到... 大黃魚 因為這個是很有... 有歷史的 對 它是一種文物 已經有文物的價值 這是你爸爸帶過來還是誰 不是耶 這是我... 你公公 我收的 那你怎麼收得到 銀樓 有人賣給銀樓啊 對... 像我們... 我就想講 譬如說這種東西 我又不知道它是真的還假的 我又不能去把它剪開 就沒辦法了 一般你只剪一剪 整條 我怕嫁 我說 老闆你給我煎一下 我看看 不過這是有嫁 嫁得的喔 對 你去買的時候你怕 不可以把它剪開 就沒嫁得了 要怎麼知道是這個價值 其實冰冰姐她這個想法是對的 大陸就有很多宴品 對 因為金子價值起來 大陸就有很多價值的東西 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看 一般人家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金子就知道這個東西 真的嗎 質量就知道是這個價值 吃的價值 這個價值 好重 好重 拿不起來 好重喔 這幾乎多重啊 這個 這個 一公斤 對 一公斤重 原資是價值多少 好啦 這塊這樣外的 這樣我先來這樣 好 來 來 手機就知道質量低調 對 基本就知道這個東西 真的嗎 質量就知道是這個價值的 這個價值的 第二點 我看它的顏色 越黃沉沉的金子 誰會越好 越清爛的金子 誰會越壞 這也是一點 如果我們比較不知道 就是用火 火不然燙的時候 燙紅了之後 看它走過來 顏色什麼樣 我就可以判定這個金子 顏色什麼樣 這支有顏色 這有顏色 這都顏色的 第一個就知道 它的顏色和它的質量 就知道 你看黃金多好 這是民國三十四年 到現在還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黃沉沉 那待會兒它講的是 它實質的價錢 對 但再加上這個古董的意義 有沒有再多加一些 對 當然是有 當然是有 因為它本來是屬於五十多萬 對 本來是五十多萬 這個有紀念先加下去 差不多價值多少 應該 好棒喔 恭喜 對 你也不會賣吧 我覺得這是文物的價值 這文物價值 對 那個時代有時代的背景在 對 有時代的意義在 好棒喔 問一下憲哥 是 很多那種一般的office girl OL 賺的沒多多錢 我想要做一個 黃金存折的投資 想說要怎麼分配得好 以目前來說 大家第一 兩千塊才 坦白說有一點點 對 後來其實 譬如說如果清白 它還可以買 現在大部分都看到 差不多清漆 因為那幾天 六十一% 六到一千七百 三千塊 所以理論最可能未來 一千到兩千會走很久 如果這樣來說 因為黃金 它本身沒有利息收入 我的建議就是 你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不要超過你資產投資的 十分之一 譬如說我一國的 我都欠 我一國的賺三萬塊 我就絕對 三千塊就好 不要超過 因為這個東西 賣錢利息的東西 你三千塊 你就十九月買 十九月買 如果起來 如果蓋25% 或30% 你就賣掉 好 買完之後 你等於繼續就買 就定期定額就買了 是 不要超過10% 這個文憑兄 你做實體的這個人家 是 你一定不建議人買存擇 都大家買存擇 都沒人來幫我買 沒有 這個東西都說 存擇是一般的小育價 因為小額投資者 他是存擇 買存擇比較可以 你如果說一般 比較有實力的 材料的環節 還是買死體房金 比較方便 因為第一點 你存擇方面 你主要 你跟三個麻煩 你想賣你就沒辦法了 還是你存擇的時候 我需要一點錢 我如果說 今天我跟朋友照一下 說憲哥 我這條五年 幫你照 把你先放在那裡 我要照不完 對嗎 他說重點都沒辦法 重點都沒辦法 但是你存擇 完全你那個時間 那份的時間 你就沒辦法了 聽說現在重點都沒方金了 為什麼 大家都贖 當然 借錢也要去贖 他比較貴 他把他贖回來 然後賣還給你們 這個意思 對啊 贖回還賺錢 賺錢 因為一般你重點 差不多六星 五星到六星 對 你現在 現在的基關 有一些消費者 就說 我去贖回回 不會再往他們的路 還有中午三星 因為二星差不多一星 所以重點都沒方金了 對 古早我們小孩時代 重點是多錢贖 是 我記得我們三 我們爸爸都 生中也拿去重 還有衛生他拿去重 牠拿去重 咪牠拿去重 咪牠拿去重 真的還來捏重 都這樣 是 時代不一樣 現在 現代這些歌詞裡面 我看到王瑞琳最好的 你的收藏最多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收藏 漂亮 這支真有看到 對 你看這個 這算金幣嗎 這金幣 澳洲的嗎 這大陸還澳洲的 這個是鋼國 薩伊共和國 鋼國 鋼國 就是那個金鋼那個電影 拍攝的地方 這個幾盎司 這個5盎司 漂亮喔 5盎司 大概20元之外 難怪今天大家都要 矮黃沉沉的 而且鋼國會不會更有 保存價值 很少有鋼國的金幣 我覺得它很美的 就是它一支豹 你看有沒有豹在樹 豹可以上樹 好美喔 是 是它藝術的價值 這個是妳剛才秀過的那一個 對 中央造幣 那這是什麼呢 這幾個 這幾個 你們可以仔細的看一下 來 給鏡頭看一下它是誰 它是誰 它是誰 好 它是誰 它是誰 看中間這個 上面有寫字 馬丹將 是喔 對 她結婚的時候的 這是她結婚的時候 比較像馬丹 比較像馬丹 馬丹將 馬丹將 馬丹 蔣夫人 對 結果它是哪一國發行的呢 哪一國 看上面的字 斐濟共和國 為什麼 為什麼是他們發的 對 為什麼是他們發行的 對 反而我們台灣沒有發行 我知道 所以那些錢主義 翁姓之後 但沒有人知道 可以去念 為了感念它 拿一些很會做 然後講過了 它是2003年過世的 那這個經地是2004年發行的 大中小不一樣是吧 這樣是一套 賣多少錢 這個 不記得 這很限量 因為沒看到過 對 沒看到過 蔣夫人 這個呢 這個很有趣 大家有進過嗎 金幣上面有鑽石 沒有看到 還眼睛是鑽石 兩顆真的鑽石 真的 這個是很特別一個國家的 這是豹嗎 這是一隻老虎 眼睛上有鑽石 哪一國 非洲嗎 蒙古共和國 蒙古 對啊 蒙古共和國 妳怎麼都拿得到這種東西 好可愛喔 好 我告訴妳 給妳看一塊厲害 我忠忠 這塊都把它撒出來 好重 好重 拿不起來 這個是那個 李理事長的iPhone 李理事長 真的 真的 喂 太重了 喂 還好被人 喂 都要拿了 好重 這幾乎多重啊 這個 一公斤 一公斤 對 一公斤 限制是價錢多少 一千 一八千就八萬 今天價錢 這拿幾乎就可以買一間房子了 好棒喔 這每個鑽石都在買 有 現在 我現在的鑽石 很挑剔在流行最大 最大的一公斤 對 就一公斤 我們看那個電影 有人侵入那個金庫裡面去 不是這個 比這個還更厚 比這個還更厚 金磚 在十二點五公斤 對 金磚 那一塊要幾千萬 代表 你算一百五千幾萬吧 這才六千萬 這才六千萬 所以家裡如果有三塊 那些東西都屬於民間 沒有什麼在流動 都都是國家的 國家的主種 去瑞芳的黃金博物館裡面 就要加三四人類 這麼大的金磚 拿不起來 你可以去摸它 對 但是一般人要買這個 像現在來買就算比較不好 對 現在已經變貴了 還是很多人買 見仁見智 現在買的人也要再很多 對 因為現在很多那個 貴婦們愛買名牌包 對不對 這剛好是一個名牌包的錢 對 所以那個名牌包 拿了一陣子就沒有價錢了 應該要買這個 應該要買這個 我有一個Chanel的 那個手拿包 然後就做成這個樣子 就做成這樣子的 一個金磚的樣子 我覺得好有趣喔 你實在是我的金磚 你已經是金磚了 你看我眼睛裡面都金磚 對啊 Chanel他有一年就出了這樣子 結果就買了一個手拿包 就是像這樣子 是喔 對 所以我說這是他的iPhone 對 有點像 有一天你會不會看到 你老公的臉 你就把它也看成金磚 太嚴重了 這是很棒的一個金磚 這個呢 這是什麼 現在這裡還有一個五尿 他再來第二次的 一般以前我有拿 小王儀 對… 對…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還有一尿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 我們台灣自己做的東西 也有雷射的 對嘛 雷射表情 對… 對… 雷射表情 對… 我女兒滿月的時候 就有人送這樣子 當滿月的給我 對… 送那麼多啊 會多嗎 這樣多少錢 一樑就六萬多飯嘛 現在來價錢 阿菇送… 阿菇送… 對 阿菇送這個 了不起啦 這個最小的 這個最小一錢 這個是五錢 對… 那邊買… 買這樣 這個有工錢嗎 這個比較有工錢 這個工錢差不多五百塊左右 這個比較少 對… 比中間人家的工錢也很少 這樣不要買四千 對… 我這個工錢八千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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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啦 這個跟這個都不用工錢啦 都不用… 對喔 我以前就是買這個 如果不夠錢 人家就切一盤 對… 切二分之一 對… 五分之一 都這樣切 對… 切一盤我就這樣 如果有五塊 再再換一盤 對… 我以前不是看過這麼大的耶 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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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啦 這塊這樣外的 這樣我先來 不要這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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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外面 對啊… 這會不會成為你今天開始的期待 我希望明年 陳玉琳就會買一個這個給我 會不會 我自己現在有個情緒喔 我希望我明年 可以買得到這樣的一個金子 對… 但這種買今天 還有人家出價有嗎 今天一般這樣 我們刮牌的價 世間的刮牌的價 一般你如果買的條塊 都售差不多一百塊或一百五塊 這樣而已啦 買這塊買這個百塊 售代表一百塊 沒有…你一斤燒到這樣 一斤就燒一千五塊 所以我買這塊燒多少 一百八十萬 我會燒多少 譬如說 你如果一斤一千五塊 三萬 差不多差到三四萬塊 燒三四萬塊 對… 老闆我一定要幫你買 是 讚啦 我們現在開始許願 好 我們明年的今天 就有錢可以買真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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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